那当然私领域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今天看到这个还蛮难过的 他的妻子又出来讲话 在脸书上贴文了 其实第一天出来的时候 他的妻子跟他一起去笑着 去这个辅选 大家看了就很难过 他好像就是民进党一定的操作模式 对不对 一定的操作模式 然后韩冰说 这看起来像是罗志正版的 现代百官行术 韩冰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挫是不是 绿营 你看到真的他的脸书上 没有什么同志声援 大家没想到罗志正对自己人来应的 如果你是民进党你会不会撒 我不但撒我还很怒 是啊 对不对 因为这个东西现在就是把民进党 搞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第一个他们当然只能对外宣称 还是宣称说这是中国大陆戒血 这个是未造的 但是我就请大家不要用你的脑袋 用你的膝盖想就好 对 我就说用膝盖想就够了 是啊因为他要弄你 他去弄一个41分钟 然后罗志正在跟蔡英文鬼扯淡的东西 讲到什么实定干嘛 对啊讲实定的庙 然后讲那个签丝 然后讲这些东西 他花这么多功夫 41分钟录音很长 非常的长 而且迷片要做到7片加20片 有必要吗 然后针对罗志正这种咖 你觉得老公是闲得没事干吃饱了 罗志正已经在脸书上说 他就是怎样 他就是被中共的头号锁定 他现在除了讲这个还能讲什么 我也帮他想不出来他能讲什么 因为他又不能承认你知道 他承认更惨 因为他如果一承认 你想想看 那就变成说 他承认他有录蔡英文的音 有录苏贞昌的音 思德现在都已经没很重要了 主要是现在整个民进党炸 因为现在对民进党来讲 他现在只能祷告 就是这个损害 只要锁在罗志正一个人身上就好 因为这个损害已经造成 这个绝对没办法弥补了 不信 现在当然是不能做 任何类型的民调 说实在你去路上随便问人 有人会怀疑这个是中共戒选吗 真的会有这样的人 我真的麻烦认为是中共戒选的加一 让我瞻仰一下你的风光 风采 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然后现在又冒出一个苏贞昌的来 然后其实内容也是没什么大不了 就是找他要不要当行政院发言人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这种事情都会被录音 你说要卫照 我如果要卫照 我卫照一个这么无聊的事情 你看我有毛病 所以显然 这个就不像是卫照的东西 那问题来了 更可怕的是什么 显然 我为什么要讲百官行述 庸正王朝大家有没有看 我有看 等一下我补充一下 是 就是因为 有人去收集了每一个官员的私 大小的私情 然后 现在罗智政 现在也有这种癖好 对 是啊 他连这种 芝麻绿豆大的事情 他也要录音 人家不会打破电话给你 这两段说实话 我觉得内容还好 但是第一段反映什么 反映我们的蔡英文太闲了 是啊 你知道41分钟 就跟他这么哈拉 这些五四三 有没有 光是讲那个迷信的部分 讲了大概半多小时 就不可思议 我们的总统日理万机 然后碰到罗智政 要这样子 陪着他五四三 听他讲这些乱七八糟的 然后苏仁昌也是 然后这两个人 虽然没有讲什么 但曝露了很可怕 是说什么呢 就是个国安问题 然后 我都很想知道 会不会 我不知道了 罗智政录到什么 跟高端有关的啦 跟这个 肯定 老实讲 国安有关的 他是国防委员会啊 是 因为他这么喜欢录音 他在国防委员会 内部有没有偷录音 对 潜见的啊 有没有呢 然后 他现在这个东西 会流出去 那其他那些机密 有没有流出去 没有人知道 均购的啦 然后民进党 因为他是老民进党党员 然后他也当过 这么多年的民意代表 那他接触 大概民进党 所有的大途 大概都接触过 那请问一下 会不会每一个人都被他录音 那每一个人都被他录音 请问一下 现在这些档案在哪里 会不会流出去 老实讲 我这一次真正担心的是什么 不是中共戒选 而是你们把机密洩漏给中共 我现在担心的是这个 现在说他为什么会流出那么多 说是他的手机送修啦 没有 我听到的消息是说 他这一年有三次送修手机 我也听到了 三次送修 但是问题来了 问题是 这真的只是手机送修吗 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要知道 蔡英文那个录音假设是真的 那是从2019年录 到现在已经摆了 将近五年 四年多 请问一下 这么一段无聊的谈话 他在手机里摆五年干什么 他可能每一次换一只新的手机 又重新把它拨 再把它留在新的手机里 这个人把这东西留在那干什么 我不知道 但是我听说啦 我听说罗智政的资安的观念 是非常缺乏 所以他搞不好以为自己删掉 实际上没删掉 确实有时候他上了云端 你不知道 然后就在云端 可能不知道被人家破解 或干嘛就被人家拿走 那问题来了 那到底有多少民进党的这种资料 被人家拿走 你要知道民进党是执政党 至少我们以 目前我们所知 如果在云端可以拿走的话 那国民党也会被拿走很多吧 但他们有个唐凤耶 是啊 但是问题是唐凤上来除了点面线之外干了什么事 没有人看过 然后就跳一个很难看的舞 唐凤应该去查清楚这一切 你有没有注意到唐凤已经消失了 消失很久了 这个人已经不见 对耶 他到哪去了 因为现在你想想看 他如果跳出来讲话 他要 他要讲他会追查还是不要追查 他怎么讲都不对 现在你没有注意到总统府的反应也就是这件事情 跟我无关罗资政自己去解决 你看以苏贞昌这种个性 如果他认为是假 苏贞昌早就跳出来 你看这个就是中共借选故意栽赃 苏贞昌一整天没讲话 一肚子火 对啊 竟然敢怒我 所以这发生什么事情 你光看蔡英文的沉默 苏贞昌的沉默 老实讲我就认定这就是真的 不然以他们两个个性 绝不可能放任这个事情这样下去 所以之前他跟这个蔡英文 那一段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想说 会不会不是罗资政路 是个第三方 但是又是跟这个苏贞昌 所以就坐实了 就是罗资政他有这个 录音录影的习惯嘛 有录音屁我还第一次听过 这什么屁号 这蛮奇怪的 所以他到底录了多少人的音 真的没人知道 那我比如说 他的夫人真的 我能够体会他的心情 这个时候他不挺他老公也不行 不然要怎么办 这是台湾社会的一个畸形的发展 我比如说就是 希望我们台湾能够在短时间内 社会能够进化到 以后发生类似的事情 老公不必当老婆担责任 老婆也不必帮老公担责任 大家各自负担各自的责任 台湾应该要进化到这种社会 我们不应该再停留在30年前 民主进步党 是 有进步 好 当然第一章呢 我们是从这个国际间来看 台湾的这场选举 但是在我们台湾内部呢 事实上 讨论刚刚这个两岸年轻人 说实话关注度没这么高 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 它的谜片 它的录音 还有等等等 那最近呢 这个选前最怕犯错嘛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民主党 一连串的虾试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